丁燕宇航签的不是训练营合同,而是常规合同,苏群志店亲自验证丁燕宇航作为CBA的最有价值球员,他的能力,在CBA无庸置疑属于前列的球员,不仅是丁燕宇航本人就连中国的球迷都希望小丁,能够吩咐世界最高殿堂的NBA去申告自己,就像周琪那样,即使上涨时间不多, 但是在和NBA级别的球员一起训练对抗,对于自己本身的提升也是现而易见的,周琪就是个例子,本赛季在夏季联赛中优异的表现就说明了一切,也许看到了周琪进步的空间不少,今年的丁燕宇航更加渴望加入NBA来锻炼自己,无奈今年夏季联赛开打之前,因为西商没能在夏季联赛中表现自己, 但是昨天独行侠队的消息又让球迷沸腾了,根据此前报道丁燕宇航与独行侠队签订了一份训练营的合同,丁燕宇航将为独行侠出战季前赛的比赛, 但是今天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却公开说丁燕宇航的合同不是训练营合同,而是常规合同,让球迷更是激动不已,苏群说到他自己亲自打电话给独行侠篮球董事长小尼尔森, 小尼尔森说,我们和丁签的是常规合同,一年期,部分保障,这是NBA可以签到最多20人的常规合同,如果他最后能进入常规赛阵容,合同会转为全额保障, 也就说小丁签的就是一份最基本的NBA合同,从理论上说,他是一名NBA球员了,但是如果小丁成功在NBA签约选择独行侠这份合同,即使最后全额保障,也只有不到84万美元,和人民币560万, 要知道丁焰宇航在CBA年薪一千万完全没问题,作为靠青春半吃饭的篮球运动员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放弃收入卓势令人敬佩, 但是最终能否留下还要看今年季前赛的表现,毕竟目前独行侠的2到3号位置上人员储备不算少,除此之外小尼尔森跟中国有着不错的关系, 要知道王志志和易建连都穿过达拉斯的球衣,不知道这次丁焰宇航能否完成自己的梦想呢,让我们拭目以待。